6月26日沙田有三組試集,跟大家看看第一組 第一組集是1200米,時間是1分10秒92,時間算是正常的 準備妥當了 開閘,王者心聲稍稍慢一點,其實也不算很落後 看看前面,外面長長精彩,穿衣腸和中間那隻浪漫組合兩隻快點 中間還有樂歌頭,星光爸爸,圓蘭走上去 現在第四位是王者心聲,隨雨石馬房 中檔位置,尾三四,外面有銅龍光彩拍著,閃得快 包到尾就是轉數高,剛剛過了800米斷柱 前面長長精彩,在中檔佔先一點 然後在後面被拋掉了兩個馬位,都浪漫組合 圓蘭進占第三,醉得挺緊,挺行 那隻就是王者心聲,拋了那隻星光爸爸出去 後面還有銅龍光彩拍著,閃得快 轉數高,就不要難,準備拿出去追 入職路的時候,在前面長長精彩,都走得挺開心 拋了四個馬位進來,浪漫組合第二大 外面,王者心聲一直撐得緊,都上來了 最初轉數高,啵啵啵啵,上緊 星光爸爸要開邊,都稍稍退,裡面閃得快 馬嵐中間,就長途馬的銅龍光彩 接近終點,在長長精彩,非常急勁的走勢 一放到底贏了 浪漫組合轉數高,一對近一點的 中間第四,輕鬆的,王者心聲,四隻拋掉了 後面又閃得快在裡面,中間就星光爸爸 包到尾就是銅龍光彩 大家早集,1分10秒92 這隻83分的長長精彩,試得不錯 我會比8.25,未去到8.5,因為時間不是超級快 這隻馬究竟是後追好,還是前置好 我都還未搞清楚 但這個評分有少少壓力,只能夠拖腳 轉數高84分,我仍然覺得它有少少微利 見到在外面按住上來的細,8.25 如果季頭再出炮,168的話,有權再入位 贏,不敢說,因為評分少少浪 浪漫組合這隻PP,來得不錯 雖然要鬆著鬆著走,但有8分水準 雨勢是不錯的 這隻馬可能是鬥心幾好的馬來的 8分水準 然後就是王者心聲,全程按到緊緊緊的 這隻McPhee的兒子,我想夏年會更加好 可能因為下線是Voxra的兒子 即是外祖父是Voxra 所以我想這隻馬可能是鬆鬆地的地,是很適合跑的 這些馬留意盡度,應該會有些用的 在蔡翰漢馬房轉出來的馬 感覺上蔡翰漢的馬都不是很爆得起的 爭了一下火力 王者心聲轉了馬房之後,來得不錯 8.25的又是,但又是給不到8.5 星光馬巴騎得很厲害,這隻PP 還未夠水準 偉達很多馬都是這樣,操不起 潛得快也是 一隻越粗越立的馬 騎也不肯走,不知有什麼事 給不到評分的馬 銅龍光彩,你當它沒有試過 走勢不太好 它有狀態,但這貨集真的試得不好 如果是純計狀態,我會給8分水準 但走勢方面是真的立的 好了,看完第一組,看看第二組吧 第二組都是千二米,但1分13秒49 剛才那組是1秒半 看看仁和嘉誠怎樣贏 最高分是馬主星輝 馬主星輝 曾經都落過巴尾,走走 走上來第四,蔡若翰的自購新馬 然後在他後面,組紅色衣服就是明欣賞 大概在尾三的位置就最容易了 貼欄就明德之星,包了下尾馬主星輝 剛剛開始入彎了,前面都是仁和嘉誠 有形星,這隻三水的自購馬就大件頭很多 跟之前蔡若翰那些比,咬著第二 外面,明欣賞也走上來了 因為馬群越堆越近,很慢步速 中間,梁花歡騰也有些搶口 今天還有一隻歡喜心拍著,最容易拿出去 馬嵐中間,明德之星,稍微脫了一隻包尾就是馬主星輝 到最後200米,前面仁和嘉誠還是佔先 但外面,明欣賞的勢也要過 但大外檔,還有一隻最容易鬆他兩步都追上來 裡面就是亮化歡騰,歡喜心 還有明德之星,圓蘭追 接近終點,仁和嘉誠,以頸威之先領先 還有明欣賞第二,外面就最容易,裡面就是亮化歡騰 明德之星現在三兩個戰波立了上去 中間粉藍衣,粉紅衣,歡喜心 裡面粉紅色衣,綠色就有形星,還有外面就是馬主星輝 第二集,1分13秒49,即是1萬2秒多,玩得很厲害 看看魚世,最容易是長江城都可以自己追上去 這些馬是適合的 人和嘉誠57分的馬,很肯定還有分在手 這些國際拍賣會馬,給你時間適應 8分碎盡,這集試得不頑 純粹8分碎盡,拖腳,不要做膽 之後明欣賞59分,肯定有優勢 看見他輕鬆回來,但不是很特別 看見他試下去,我勉強給8分水準 這些馬,小心點,他經常都熱 但是四班可以贏馬,三班不夠跑 希望他輸多場,減多幾分,下年55分起步就會好些 最容易長江城定住追上林的石頭,非常好 五班隨時贏得了,22分 隨時贏,但是今年蔡宇航和羅富全的馬 PB也好,PBG也好,全部都是欠缺那一口氣 最後200分是爆不起的,不知道什麼事 又會剛好兩師徒的馬全部搞不好 反而蔡漢馬房,之前Pierre去過威哥之後 威哥的馬全部都很好,不知道是否要藥方被拿了 但這隻馬是8分水準,這些隨時贏得的馬 量化寬藤,去贏馬那場有選 那場竟然留後追,但那場的時間 姿態都不是特別好強,是對手差的 但我覺得他評分仍然有點優勢 但8分水準,扭腳好了,三四同載好了 不是膽來的,不過我一直都覺得這隻馬是前置好 比後追的,歡喜心,轉了馬房之後 慢時間,然後余勢不強,我只是給7.75 明德之星長期配的,我會給8.25 你看他的長途馬 第24分的馬可以這樣追上來,余勢非常好 應該可以贏的,但比較尺寸 麻煩在這方面 有形星,余勢不太強,遲些吧 馬柱星輝有點細頭,8分水準 63分是尷尬的,位置馬來的 好,看完兩組,看看最後一組,第三組 第三組時間慢,1分02秒19 不算是慢,不如這樣說吧 看看我們試成怎樣 準備拖擋了 起步,那隻香港精神都算是出閘 不過就不快,而且外面那隻天使都慢 看回前面,中檔八卦很快 貼蘭戰神堡,外面大眾開心 南區有羅庫泉三歲的自靠馬 現在咬在第四 貼蘭第五位,長勝堡區 中間全力中,外面有形有幅 尾四,就是這隻渡渡 外面用上去大概是尾三天使 貼蘭尾二,就是這隻香港精神 包了到尾,就是無險東試的 就是這隻標之智位,也有少少脫折 預備入直路的時候,前面八卦前速夠快 十十聲,很密腳,就帶著進來直路 大眾開心咬在第二,戰神堡 第三,拍著外面南區 又圓南上那些,就是長勝堡區 拿出去,還有一隻全力充 還捂上一隻渡渡 渡渡就捂上一隻有形有幅 最出就是天使 後面,以香港精神包了到尾,就是標之智位 去到最後一百米的時候 前面八卦,走順了都幾大步之下 都似乎是會放到的 但是大外擋,渡渡三兩個戰寶 立上去第二,相當悅目 長勝堡區第三,戰神堡第四 裡面就是大眾開心 後面南區有第五,就按住 全力充白衣,外面有形有幅拍著天使 現在走上去尾椅,標之智位 包了到尾,就是香港精神 第三組集,這組集有幾樣東西要說 八卦在前面走回來,只是慢時間 這些四班位置馬,但長期都要拖的馬 狀態我會給八分水準 WINPAY我不敢說,因為真的要看補速形勢 道道,這隻自購馬,南非自購馬 我之前也說過,這隻馬應該有吸水 有些能力 跑三次,三場贏勢是很準的馬 看到他贏三級賽和表列賽都不差 上次初出,追上來的石頭很厲害 其實如果跑得好一點,可能已經有批 他可以迫近一隻幸運快車 所以這隻馬本身已經有用 但不要想著他這場追得厲害,我會給八點二五 其實他是一隻有能力的馬,狀態初起 我會給八分水準 但如果他跑了1400的話,可能會贏 下一次,我覺得雖然現在的評分是尷尬 因為未知有多少尿 但我覺得他應該有評分優勢 有一點點好過那隻叫甚麼名字 馬...馬有罐 我覺得這隻馬可能比他好 特別留意的進度 長勝寶區,力水不是很強 要騎得很厲害 所以我給不到評分 三歲仔希望他先減四分落斑 至少斷得很快,他的貫注力不夠 又是還差一點的 戰神寶除了所有配備 落斑,很肯走 3月之後就在這裡休息 休息到7月 我會給八分水準 除了所有配備,原來很肯走 很高的馬,泥地會OK的 一向都知道 但之前很亂水 但看到這隻馬已經成熟了 我會給八分水準 這些馬要特別留意 大眾開心,未夠力水 這隻Aroca的三歲自扣身馬 南區有Toronado的自扣馬 Toronado這個種很吃香 但這隻馬叫Power Train 當時我傾回來的時候 我覺得這隻馬贏的高速賽事 70分左右 不是很厲害的馬,但正在進度 這隻馬要戴眼罩 記住,一定要戴眼罩 不是很厲害的馬 但三班應該有馬贏 始終正在上升 我想三班馬,二班未必足夠 留意它的進度 這隻馬會有少少用途 叫Power Train 當時我出的offer太低了 轉頭人家都會串 我賣了,賣貴很多 但這些馬是highway馬 應該是便宜馬買進來 貴價賣出去的那種 全力衝,未夠力水 有型有福,未夠力水 這隻是Star Witness的兒子 你看到他,天使 他在外地叫Captain Stardust 在胡桂江贏過馬 Canterbury也贏過 反而在Ramwick72分的Benchmark 是不夠贏的 當時在外國是有戴眼罩 這隻馬這次也有戴眼罩 初起的隻馬,8分水準 都已經有8分水準 留意它的進度 其他馬,香港精神 標之智慧,未夠力水 多謝大家收看,拜拜 為了